你不叫周易嘛 我叫周易太郎啊 周易太郎就是我嘛 能不能不叫我太郎啊 对不起春哥 我叫错了 春哥 他叫你春哥 什么意思 春哥啊 是我们的暗号啊 对 暗号啊 智子小姐 你早点睡吧 周易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不用了 没事 我也看看 你受伤了还瞒着我 好好好 我拖我拖我拖好啊 小心点 在里面呢不好拖啊 疼吗 当然疼了 智子小姐 什么事啊 你穿的是太郎的背心 哦 对啊 我们坐船的时候嘛 我的衣服全都搞丢了 久经先生呢 就拿了他的衣服 让我穿的嘛 对啊 这件背心 是我嫂子亲手做的 真的吗 做得不错呀 很管用啊 非常暖和啊 你嫂子 手真巧啊 背诗做得不错啊 真棒 这件背心 是我哥当兵的时候 我嫂子亲手做的 这件背心 我哥绝不会拿给别人穿 那 我拿错了 对不起啊 我哥 他是不是出事了 他 他 这位小姐 你能告诉我吗 哦 我有点冷啊 给我穿衣服啊 不能降啊 千万不能降啊 他已经 已经死了 这 妈妈 你别哭了 嗯 三 他是不是少了 真可怜 千里迢迢来找哥哥 哥哥却死了 可怜的是我们呢 你有秒哥哥 你听着啊 他拿着龙头来见九景啊 可九景现在呢 已经死了 你说他会给我们龙头啊 我看难了 怎么 也得等他哭完这一场啊 他不哭 你们和太郎 在同一条船上 对 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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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是他 我早就跟他说过 龙头是中国人的东西 让他不要去碰 可他就是不听 龙头现在在你手上啊 只子小姐 你应该把这个龙头交给中国政府 你不是周易 对 对 我不是周易 也不是九景的朋友 你叫庞三掩护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庞三抓秦九的那张报纸 我看到了 他是中国警察 我忘了把报纸藏起来了 缺席 请问你遵兴大名 中央文物侦察队特派干员花方春就是我 春哥 你不是辞职了吗 我离开大队了接受秘密任务 那你有证件吗 当然 我以为你失业了呢 原来是特派干员 微风啊 闭嘴 龙头我带来了 在哪里 在这 这是码头储藏柜的钥匙 龙头就在里面 我代表中国政府谢谢你了 我只有一个条件 告诉我 谁杀了究竟 你真的想知道是谁杀了你哥哥吗 我要替我哥报仇 他自己掉进海里的 他自己掉进海里的 来 我 走 快 entscheiden 好 等等 你 看就真哪 没人 我们走吧 我们从厨房走啊 好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我是不是 好 站住! 上哪儿啊? 去天桥都不叫我,真没劲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北平政府景征寺的一份文件 上面記錄的是九井太郎 在去基隆的船上被花逢春所殺死 花逢春 在文件的最後一頁有他的照片 龍頭放在哪個櫃子裡啊 鑰匙上有號碼的 九號 九號在這裡 來這兒 快一點啊你少發什麼抖啊 我能不發抖嗎龍頭又要回來了 怎麼進去啊 來我來我來 怎麼搞的插不進去嘛 是龍頭在作怪呢 你剛剛說幾號 九號啊 六號啊小姐 快插進去啊就是這個櫃子 快拿呀春哥 不行啊 我怕這個不是龍頭啊 是真是假 你把不掀開不就知道了嗎 你掀哪 你 責子 是我們 你不認識我們啦 傻太郎的人 我終於找到了 他知道了 我說過 殺太郎的人 我一定不放過他 究竟是我殺的 喂 你 喂 你不要聽他胡說 究竟是我殺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誰搶了我們的龍頭 我們就不客氣 來十個我殺十個 對 是我們一起殺的 你開槍吧 這次小姐 我永遠記得你的話 龍頭是中國人的 你殺了我們之後 麻煩你把龍頭 交給中國政府 謝謝 軍部的人快來了 你們走吧 走啊 蛇子小姐 那你跟我們一起走吧 快走 承哥你看 嬰兒 你拿了龍頭先走啊 承哥 你走啊 回去找胖三的 承哥那你 這兒我來收拾啊 你快走 走啊 快上車 快上車 好 檢哥 這是龍頭 九井之子剛交給我的 英兒 你真的找到了 你可以問出自己的身適了 謝謝 怎么了 千哥 这是中国人的东西 我知道 我也是中国人 可春哥说 要把它交给中国政府 婴儿 你放心 等我把龙头用完了以后 我一定会及时还给你的 难道你不相信我 刘魏 来了 少爷 把婴儿小姐送回家 是 好 请义父鉴定 不用多看了 只看一眼就知道 他是真的 真的龙头 就像多年为真的老朋友一样 义父 现在可以把名字告诉我了吧 现在我就告诉你 你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他叫蒋友仁 蒋友仁 你应该知道他的 蒋友仁是个法国人 圆明元的十二生肖是他做的 对 你的记性真好 你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蒋友仁是乾隆时代的 义父 我在问你我生生父亲的名字 生父 龙头在此 你曾经答应过我 你 你真的想知道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世 孩子 如果我能告诉你 我早就告诉你了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不是我不肯说 我是怕你知道了你生父的名字 会痛苦一辈子 是不是因为我的生生父亲 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的 他不在了 既然他不在了 既然他不在了 为什么我没有权利知道他的名字呢 你真那么想知道 是 请成全我 我告诉你 他叫 老爷 渡边大左道 回口邮请 是 好 请 木翁 这么急打电话叫我来 一定有好东西吧 渡边先生这是心有灵气啊 圆明园的龙头 义父 你什么时候通知他们的 就在你走了之后 可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拿到了龙头啊 我相信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把龙头搞到手底 放心 这绝对是真的 我做过假龙头 我对你们见过他 其品质 跟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啊 说得惭愧 现在的公义 还不如乾隆时代的 二位专家的看法也是如此啊 江友人 在铸造十二生肖的时候 据说也是采取了 秘密的冶金配方 是有此一说 我摸索多年 可始终搞不清其中的奥秘 怎么样 杜边先生 国宝就摆在眼前 开个架吧 一个团的装备怎么样 那一个旅 杜边先生 这样 一个龙头 换一个总统如何 这回是谁呢 中国的军阀 个个都想当总统 没办法 有人辞官硅谷里 有人落叶赶壳场 罗布青菜 各有所爱嘛 曹操有火炉之说 木翁可曾记得 孩子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只要熟读三国演义 都知道这个故事 义父 这龙头 三国的时候 曹操大权在握 群臣都劝他自己当皇帝 曹操笑着说 这龙座 就是火炉啊 谁坐上去 都要烫屁股 曹操都明白这个道理 可现在的军阀 却不懂 没办法 千古唯有意曹操嘛 想当总统 这件事 我必须请示东京 我一个人 做不了主啊 木翁也是受人之托 举重牵线而已 其实一个总统 也当不了多久 少则半年 多则一彩 多换的几个 你们日本人 还可以多赚些银子吗 好 那一言为定 那龙头 我们带走了 请吧 好 慢着 丽琪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龙头不能卖 不是卖 是交易 这龙头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我们凭什么拿它交易 那依你说这龙头是谁的 是乾隆皇帝的 是宣统皇帝的 宣统已经投靠了大日本帝国 我们会把龙头交给他的 可龙头是中国人的 李杰 这话可不该你说呀 义父 我已经答应婴儿了 明天把龙头还给他 傻孩子 你给了婴儿 就等于把龙头交给了花冯春 那这龙头将放在哪儿啊 博物馆里头 藏库里头 如果那样的话 很可能那一天 哪个部长大帅看上了 就把他拿走了 那是你的猜测 而人家杜鞭先生呢 是恭恭敬敬的 把龙头请回国去 认认真真地进行研究 慕翁说对了 日本现在最优秀的专家 全都齐聚在东京 只要龙头一到 就全面展开研究 像史学家 雕塑家 冶金学家 考古学家等等 你听听 你听听啊 而我们中国呢 军阀混战 你现在能找到一个地方 让你放一张桌子 平平静静地去研究吗 好 那以你这龙头 应该运到哪儿去啊 他监视中国的国宝 就应该留在中国去研究 对不起 请你们离开 你放肆 都别检查是我的个人 你不得无力 龙头在中国的土地上 谁也不能碰 李谦先生 你忘记了 台湾是在大日本帝国的 统治之下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 反正明天我一定要把龙头还给婴儿 孩子 婴儿成人可爱 可她只是个小姑娘 这么大的一件事 难道由由她主宰吗 她是中国人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对不起 杜鞭先生 请不要怪她 搬 搬 义父 请你告诉我 这个宋代官瑶瓷瓶值多少钱 如果我把它砸了 它值多少钱 你不许胡来 你 杜鞭先生 你可真 木王 你先料理你的事吧 再见 我们走 这一定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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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赶走了你的客人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也同样令我失望 你怎么能出卖龙头呢 你不是想知道你的生辰父亲是谁吗 好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随我来 谦歌就是李谦啊 什么 你把龙头拿给他了 拿给他看一下 他问出自己的生父是谁 就把龙头还回来了 你的脑袋是不是长在屁股上 这种话你也信 我从小是个孤儿 不知道有父母的感觉 这种滋味可难受了 这是李谦编出来的故事吗 故事 当然是故事了 他就是知道你的身世 才编出这样的故事 来骗去你的同情吗 这都不懂 不 倩哥不是那种人 他不会骗人的 没了 龙头没了 这么辛苦从狼嘴里拿出来 你现在把龙头好 送到湖口里去 哎呀 春哥你信我吧 千哥说过他会还的 明天他 你信他还是信我 我信他 婴儿 你几天没洗过手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忘了吗 谁亲过你的手啊 我当然不会忘了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你会相信那个人吗 我当然相信他了 要不然 我怎么会把龙头交给他呢 喂 喂喂喂喂 你说什么 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人 就是李谦 不是他 肯定不是他 不是他 是你吗 当然是我了 你少来啊 那天我跟李谦在街上 你在二楼的窗口 你嘴巴有那么长吗 可以亲到我的手 猪八戒也没有那么长的嘴 我帮他贵儿子不要脸 下流不尊重女性了 你笑什么 你哪像个中央特派员啊 你比谦哥差远了 我现在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胖萨 那怎么了 我们去李谦那儿 把那个龙头要回来 你怎么了 这是中央特派员的任务啊 胖萨走啊 等等我 小双 来拿我枪 我有 有枪 谁的 质子的 质子 嗯 他跟究竟真不一样 所以啊 我怎么能把龙头交给李谦呢 我怎么都得起质子 对 我们现在就去找李谦 走 黄包窗 走 好了啊 快下来吧 他怎么拉得动你啊 行了我们走着去吧 这怎么办 走啊 救命啊 有杀手 小双有杀手啊 走 一二三 你进去啊 一行进啊 一 二 三 别动 别动 喂 婴儿 杀手呢 杀手 哪来的杀手啊 你刚才在喊救命啊 嗯 刚才是有只蟑螂爬上来了 吓死我了 蟑螂 那蟑螂呢 打死了 你故意气我 哎呀 婴儿啊 你骗人的呀 吓得人家小心肝 不懂得不懂之跳啊 还小心肝呢 我不是吓你们 我是救你们 你们知道李谦家 有几条狼狗吗 就凭我们两个神勇干探 还会怕他们家的狼狗吗 狼狗专爱咬你的肉 啊 你的肉香 你的肉甜 你的肉多 嗯 嗯 嗯 这样吧 我带你们去 他们家狼狗认识我 嗯 川哥 我想好了 我还是应该 把龙头要回来 嗯 嗯 虚原之万世空 但被不见 九州同 方氏被定中原日 夹几五王 高来 嗯 这是陆游的侍儿 你觉得这字心得如何 虽然没有落款 但的确功底不错 算得有眼力 那么这幅字和其他几幅相比 又如何呢 这房屏 虽然说功力深厚 一脚乱针 也只有像依附这样的眼力 才能辨认出来 而这幅字 想行见处 你说得不错 论字 他本不该挂在这儿 但是论人 他就是应该排在首位 怎么 你知道是谁写的 我当然知道 他就出自 你圣山父亲之手 他是我爹写的 这是圣前最后一幅字了 他还没有写完 就遇难了 书未成 而身先死 尝试英雄 泪满尽 义丰 把我父亲的名字告诉我 他都高强好 我父亲姓高 不 就姓高强 可在中国没有姓高强的 是 在中国没有 可在日本有 你的意思是说 对 对啊 不 你骗我 你骗我 高强好就是日本人 不 你骗我 我不可能是日本人 你骗我 你骗我 母亲姓高强好 母亲原性神经 叫神经上次 你是他们唯一的骨鞋 你在骗我 义父你告诉我 你在骗我 你告诉我 我不是日本人 我不可能是日本人 来孩子 跪下来 你跪下来 拜见你的生父吧 高强好 跟我情仲手足 生前 他多次跟我说 如果 有一天他死了 他的儿子 能够用龙头来祭奠他 那你就把他的名字 告诉他 我的名字 义父 那你告诉我 我叫什么 你叫 高强歇 我叫高强歇 是的 我叫高强歇 对 我叫高强歇 你叫高强歇 因为你身上流的是他的血 你是他的血脉 而且你要记住 记住他的血害生仇孩子 高强歇 你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 为你爹报仇 他是在一个平安夜 被人杀害的 高强浩毕生的愿望 就是有一天把龙头运回日本去 今日这个愿望 就应该由你来实现 去 把龙头 交给渡边先生 交给日本军部 交给日本军部 你就可以告慰你爹的 在天之灵了 义父 你不是日本人吧 我当然不是日本人 我姓齐 我是中国人 可你为什么那么像日本人呢 难道 难道 你忘了祖宗吗 好 这个问题提的好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半辈子了 可是 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都是什么呢 是耻辱 这好我不该说 可是我 我必须得说 我恨祖宗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毁在祖宗手里了 不是子孙不孝 而是祖宗无能 叫我海战 把关条约 八国联军进北京 不都有日本人吗 是啊是啊 八国联军就有日本人 在一大堆欺负我们的白皮肤之间 就有那么一堆黄皮肤 这不正是留给我们的教训吗 可你忘了这些都是日本人造成的 这是日本人给我们上了深度的一刻 义父 义父 高巧歇先生 现在 就请你 把龙头 送到渡边大座那去 不 为什么要我去 我就是让你 光明正大的向大家宣布 不 我是日本人 去吧孩子 去吧 把龙头送到渡边先生那去 不 我不能去 渡边先生 等着你呢 他可是灵尊圣剑最好的朋友啊 走吧 孩子 走吧 我 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吗 是 义父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是 少爷 请上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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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ت 额令 领后天的船票我回天津 是 等等等等 慢点关 对不起 你们要找谁呀 我们的要找李桑 真不巧 少爷刚开车走了 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 我们的龙头得拿回去 龙头 对啊 就是早些时候拿来的龙头 我想拿回去 龙头刚才少爷拿走了